我那天本来是说 不开了我就回去陪他嘛 我本来确实是要回去的 但是我就碰到一个同学 非要拉着我去上网 然后人家也比较热情 我也不好意思拒绝 我就说上一会儿网 我就再去找他 我的同学当时确实是太热情了 就别解释了 别解释了 就道歉呗 对吧 确实错了嘛 贪玩嘛 这样的事多吗 多呀 好几次 还有呢 对 因为游戏 我每次都跟他吵架 但他每次就记不住嘛 还有一次嘛 我去也是去他学校找他 因为异地嘛 完了我就说 他怎么着也得接我一下吧 去车站 完了人家就跟我说 哎呀 我今天太累了 我今天也刚返校 我累得不行 我在宿舍休息一会儿 你自己坐公交过来吧 那完了我心里就有点不开心嘛 有点小失落 我这大老远的过来了 你还说什么你太累了 那我当时就问你了 我说要不要我过去接 你说不用了 那我已经生气了嘛 我当时生气了 我肯定说不用了 那后来不也接你去了吗 你那是接吗 我都坐到你学校门口的 公交站牌上来 你在站牌上那接我 那算是接吗 那我是觉得没有意义嘛 我坐个公交车去车站 接着你 然后咱俩再坐个公交车回来 那有啥意义啊 这个连爱有时候 就是要做一些 无聊而无意义的事情 就恋爱了 那你那天是在宿舍里休息 你还是打游戏去了 打游戏 那天本来我确实是刚返校 又架不住有个特热情的同学 找你去打一把就去了 是吗 去了 去了 这同学无法拒绝嘛 这无法拒绝嘛 这无法拒绝嘛 女朋友重要还是游戏重要 说句实话 女朋友重要 哎 行 那就行 态度还是很好的啊 但她每次都这样说 我每次也问她 那就还有一次呢 还有啊 对 我就是想着两人好久没见面了嘛 完了偷偷去她学校 给她个惊喜 哎呀 你们可千万别给惊喜 一般都是惊吓你知道吗 真的是惊吓 你看看 那我当时到了她学校门口了 我说给她发微信也不回 完了给她打电话也不接 我说这人是咋了 你看周六嘛又不上课 就凭空消失了 那完了我也没办法 我就说 哎呀 我存侥幸心理 我去网吧看一看吧 就是她平时去的那个网吧 结果一去 真让我给逮着了 完了人打得热火朝天的 跟她朋友们 那我当时 不知道 你不知道她要来吧 我就上来了 对呀 那人家打个游戏 你上啥火吗 那也不能发微信也不回啊 那打电话也不接 我打游戏呢 我没看见嘛 那我当时就 火就上来了 完了我就 她生气她又不能咬人呀 你是 我 她咬你了 你能想象你当时就是 你坐在网网玩游戏 玩游戏突然冲进来 有人咬你什么感觉 我当时给我吓的 都给我留下阴影了 我现在去上个网 我看着电脑屏幕 我得时刻盯着门口 我就怕一个人冲进来咬 真的假的 真的 那你游戏可以见了 你经常咬人吗 孩子 但是我觉得我那种咬人就是 也不是说很疼的那种 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 你经常咬人吧 咬人能不疼吗 就是有时候生气的时候会咬吧 但是不是那种疼的咬 你老咬她 对 她一生气去咬人 我就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她除了这次咬 你还在什么时候咬过你 她就一生气去咬 有一次她来找我玩 我们去玩了两天 玩挺好的 然后她又走的那天 我骑着电瓶车去送她我 她就在后边说 我不想走 我想留在这儿 我说那票都买了 你能不走吗 你不走也得走 这是你真是情商批 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这个 她就生气了 她就在后边咬我 她就不理解我 我票都买了 我自己也知道 我要回学校 但是我就是想让她说一句 我也不想让你回啊怎么的 但是你得回啊 你说你直接给我来一句 你说你不走也得走 那不是赶我吗 你那是 但是我觉得情侣之间 没必要说那些话 本来就是嘛 该走就是走了嘛 她说话就是特别直嘛 是吧 那平时就气得我就不行